字幕志愿者 挖掘新聞人物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這個新聞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作家庫林 鄭大哥 大家好 以及這個媒體人李文婉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持商心理師林崔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律師蘇嘉鴻 蘇律師 鴻儀大家好 大家好 好 那麼我們今天主題是婚姻 怎麼會搞到死傷慘重 最主要是女星大一死 他日前發文 他針對前夫做了幾項的指控 整個社會大為患然 其中他說到上一段的婚姻 因為他已經離婚了 跟這個汪曉飛離婚了 他說他的婚姻是搞到兩死一重傷 而且前夫還欠他天價的這個借款 還沒有還 那麼所以我們今天主題就是要來討論 婚姻哪會無到死傷慘重 二死一重傷 現在這是一個標準 我來請教一下婚姻 是 你那時候有死傷嗎 我自己死了 我真的是覺得就是我們有一種死亡叫社會人格的死亡 社會人格 就是你沒辦法在社會榮生 每個人都 你看每個人好像都是對你很不屑 很那種 然後也沒有人要理你 你就覺得自己羞愧到要找地方躲起來 有這麼嚴重 有這麼嚴重 對 那時候就看到人都會怕 會害怕 就雖然他們沒有講話 你都覺得每個人心裡都在做罵 搞不好沒人看你 你也覺得有人在看你 對對對 就是這樣子 所以就因為這樣 就只好跑到沒有人的地方去 然後不敢 吹個沒人知道 七分的地方 小酒一杯 有嗎 有喝酒嗎 有戒酒交召嗎 也沒有戒酒交召 但是到山上一定要喝酒 但是就基本上就只有在那裡 然後就不跟整個社會接觸 所以大家以為我失蹤了 出國生造了 所以那是 所以那社會性的死亡 死了八年才活過來 你的 你覺得你的人格是死亡的 死了八年 對 那個時候 對 我是 我自己是這樣覺得 我是覺得沒有臉出來見人 其實有時候那個人格死亡 比身體死亡還會有痛苦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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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我們看到誰的 就是被 被大家這樣人格性的 讓謀殺毀滅 我覺得其實是 有時候會同情 蠻可怕的事情 會想到 會叫做吐死胡悲 那我也是這樣 你那個人格過了沒 有 後來出來之後慢慢的就發現 大家好像原諒我了 可以接受我了 我後來再上節目 或者再出書 那我們就說 我希望你們回來嘛 結果我的讀者就回來 因為那時候真的是一個讀者 都沒有 我的書 從我出事以後 我的書 一塊錢百歲都沒有收到 對 沒有任何一個人要再看我的書 因為你騙人嘛 對啊 所以那到後來大家 所以我就說我之前寫的五十本書 我不算 就是我這 我以後來都不把它列入我的著作 我從苦靈印瓦西德 魔法神明開始 才說這是我的第一本書 然後等於重新做人 更生人 對對對 婚姻更生 做一個更生人 我覺得苦靈已經走過來了 你看他又痞痞的 沒辦法 痞痞 苦頭吃不夠 其實你這樣子痞痞的 痞痞 我覺得我比較快樂 對啊 如果 因為鄭大哥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暖男 就是我上節目有時候是太吵 但是如果不吵他就擔心說 苦靈是不是憂鬱症 悠法神明 你上禮拜來的狀況 我感覺不太好 所以你就特別 面試不太好 所以我特別請同事問你說 狀況還好嗎 對啊 對啊 苦靈說他不會死 死不了 我們這種禍害一千年 所以不會死 但是就是再盡量努力的掙扎 讓自己好好的活下去 所以我現在碰到類似這些事情 我會比較稍微用寬一點的 比較同理心的心態去想說 他 他也有他的無奈 他也有他的不得已 他也有他自己的盲點 我們也是這麼多年才就是修道 體會出來的 那可能對方也許還沒有吧 那我們這邊是沒有修道的 這邊是有修道的 今天怎麼這麼有默契 好這樣子都沒生 李敖說前妻是可怕的動物 他說世界上最可怕的動物 但是對 馬上會講 我覺得正確應該用前任 前任 只要前任都很可怕 前任前妻或者前夫 應該這樣講 甚至包括前員工 也很可怕 前什麼 前任員工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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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文婉這個大醫師說 他兩死一重傷 你的婚姻裡面 你覺得有有傷 死傷嗎 我覺得啦 我覺得我應該用掛點來形容 掛點 不到死 可是掛點就是放在地罪 因為我有滴水一段時間 因為很茫然 因為那個那個狀態是 因為我跟苦林大哥比較不一樣 他是全部 他必須要晉升出貨 地罪藝術就是快死亡了 已經重傷了 競爛了 競爛了 晉升出貨我怎麼感覺是對太監 沒有 沒有 晉升 這是那我是等於是 台灣人說 台灣人說有一句 那是不應該講的話 就是說對老母就要 巴巴巴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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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真的有這句 有這句好像很恐怖 就是很大男人主義 在喝酒男人在的時候 就會講這種話 就表示說他在家裡面 這個遺跡氣死 對 那就是巴巴桑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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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 就受傷了 受傷要擺地罪 真的有這句嗎 對 我要形容地罪的意思 真的太傳生了 沒有 因為剛剛苦林大哥 你那個問苦林大哥 我是想說那我算死 你是社會人格死亡 那我的狀態呢 我覺得因為我有一個小孩 我不能死 所以我只能在那邊讓自己 那個就是地罪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可以這個掙脫那個勾子 我自己要跳下來 然後勇敢的再往前走 現在變肉汗 水都滴滴 就魚肝女 我是肉肝女 就是說我覺得那個婚姻過程當中 我們難免就好像大S一樣 我們難免會去回顧 我現在想起來我覺得 如果一些應該說長輩 比方說長輩會對我講話說 你看 你一個女孩子漂亮 也幫你打掃 打掃 真的就是有一些那個涵養 你呢 什麼人不選 你可以選更好的 還是說你進上就好 跟你一樣上班族進上 那個便手之主 這樣往前走這樣就好了 結果你競爭 你競爭到一個最普通公的 競爭 競爭到一個不會 你不要汙辱不會營營的 我要扛你 我後來因為有 你比你競爭這麼害就對了 營營你開火了喔 真的 我跟你講 真的是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營營卡 可能現在都還有再利用的這個價值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連可能選到一個 真的是最糟糕的一個狀態 然後這都是一些感慨 然後就好像我們這次看大S 我們我們真的會覺得就是說 你一個女孩子二十出頭 就出來打拚 打拚了十幾年過後 這十幾年都很紅喔 然後呢其實老實講 老天爺很眷顧他 他自己也很努力 其實有一定的所謂的資產 我跟你說你都不結婚 一個人這樣 我老實說都是這樣子 走路有風 可是其實感慨的不是這個 因為終究有些人會選擇婚姻 但是最主要是 他過程裡面 他本來是一個公主 可是在婚姻 為了這個婚姻 我們看到一個女人 為婚姻的犧牲付出之後 其實後來的一個那個 就是遭受到的點點滴滴 你會覺得這不嫁人 先不要講誰對誰錯 婚姻兩個人一定有各自的 缺點的地方 可是問題是 你看這個女人的付出 跟以前她婚前的這個落差 你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高興 怎麼這麼不甘 如果假設說是在高速公路 發生車禍 糧食一重傷算是非常重大 車沒沾到那裡 其實不會這麼嚴重 那這個大醫師說 他是兩死一重傷 怎麼說 其實在應該想說 他再婚 一黃眼 資生大哥好怪 時間很快 已經是前年的事情了 所以這個前年到現在 為什麼要講這個時間點 還在吵 所以人家瘋 他跟大醫師跟汪曉飛 是新一代的這個金氏離婚夫妻 因為吵得沒完沒了 不管是直播 互相叫囂 一直到這個所謂的這個金錢上的糾葛 都弄不完這樣 好 那為什麼叫做兩死一重傷 在這個上個禮拜 大醫師終於 第一個用他的名義發了一個 發了一個所謂的聲明 公開聲明 第一件事情 他講到這個所謂的 他說婚 在婚姻裡面 其實他沒有出軌 因為他的婆婆 前婆婆 前任他的老公都不斷地講說 他在這個離婚前就跟這個劇軍院現在的先生 頭來暗期 有沒有 他說出軌的不是他 其實是汪曉飛 而且在婚內 他就接了很多不同的女子的 很多不堪入目的照片 這是確定的 然後再來第二 這個看起來劇情 要把它講完 要一點時間 等一下我們繼續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剛剛文婉有講說 大概是說他在懷孕的時候 被汪曉飛推倒 而且拿精裝版的哈利波特砸他 結果網路上很多人都趕快去找 哇 哈利波特的精裝版到底長什麼樣 有錢的到有精裝版的嘛 是 然後大一時又收到大量汪曉飛 在婚內的時候 跟各個不同女性不堪入目的照片 等一下再來談 這什麼叫不堪入目的照片 那麼多 然後接下來呢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一直覺得 兩死一重傷 這個字真的是很重 然後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後來呢 大家呢 去回溯他這十多年來的婚姻 原來所謂的第一死是什麼時候 就是他當時呢 在辦婚禮之前 原來已經流產過一次 那那一次呢 其實他身心俱疲 曾經呢 他希望說我們婚禮可不可以延後 大家還記得在那個三雅 那個那個蜂蜂 背這樣 大家都說看起來好狼狽喔 本來覺得很浪漫 但是在沙灘 其實你氣候你沒辦法掌控 所以很狼狽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 那時候大家就覺得說 大一時整個人看起來好像沒有很開心 然後呢 有點這個 就是面目不像新娘子的喜悅這樣子 其實他那時候才剛這個 就是流產沒有多久 多久這樣子 然後呢 另外一次的第二死是什麼 就是說他曾經懷過第三胎 因為中間他生了一女一兒嘛 然後呢 在後來曾經懷了第四胎 那第四胎後來也是因為胚胎不全 然後所以必須要提早的營產 所以那次其實對他來講 其實也很受傷 因為他非常非常 要強調 大概是非常非常的愛小孩 那什麼叫做一死呢 這個一重傷呢 一重傷呢 其實大家還記得嗎 他在生他第二胎兒子的時候 其實他在產臺上面 生那個孩子出來之後 他馬上斷氣 然後那其實他等於是 等於是幾乎命都沒有了 那後來呢 他回憶那一段說 他這樣衣心模模模糊糊糊的時候 趕快家裡面的人 帶他最心愛掛心的女兒 月兒去看他 他說那他那條命是因為太牽掛女兒 所以才救回來 本來眼睛都看不到 然後就看到女兒一直在叫他 一直叫他 他眼睛就亮了 所以所謂的兩死一重傷是這個意思 對 我想請教一下翠芬 因為他們有說 他們其實是有點散婚 但他們新婚的時候 其實應該還沒結院 說大意識流傳被逼辦婚禮 這個他流傳 然後四天後就要舉行婚禮了 如果是你願意嗎 我會覺得大概很困難 很難 因為流傳總要讓他癢癢 對 我覺得不只是這樣 因為我覺得大意識一直很期待當媽媽 懷孕 結婚當媽媽 所以當一個 他從懷孕開始 我覺得他就會開始想像胎兒的感覺 那他就跟這個胎兒產生連結了 然後會很期待這個新生命的一個來到 所以突然終止懷孕 這件事情 對一個女性的心理是影響很大的 因為他可能會有一部分 雖然是胎兒的死亡 可是會有一部分內在自我 也會跟著死亡 會感覺很多媽媽在這樣的話 會很自責 覺得是不是我哪裡沒做好 我哪裡沒照顧好 然後早知道我應該不要太累 忙碌婚禮太累 或是早知道我不應該怎麼做 我應該好好休息 所以他會有非常多自責的一個聲音出來 那這時候如果我的心裡已經是悲傷 難過 失落 重大的傷痛 這時候卻要去辦一個充滿歡樂 然後大家一起人潮那麼多人聚集 我覺得我真的沒辦法去參加過這樣的一個婚禮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對方卻堅持一定要辦婚禮 我覺得那個心理上會有一個拉扯 就是說我這麼悲傷 你居然還有心去辦婚禮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婚姻的一個 就是衝突點跟一個隔閡 跟決裂的感覺 就覺得你沒有同理性的感覺 我覺得從那個婚禮開始 其實就有非常多的一個不好的感受 複向的感受會開始一直累積 一直累積 事情發生在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八 因為大S的腹中的胎兒失亡 所以他終止認證 是 是 四天後他們就要去三亞辦婚禮 我覺得這真的太艱難 太艱難 太艱難 對 這個 這個我今天要逆風一下 首先我不是替王小飛講話 王小飛這個 是男人界的恥辱 是所有前任的恥辱 但是兩死一重傷 這個話嚴重 講得太過分 因為這這兩次的流產 跟一次的這個大S的生命評委 都不是王小飛造成的 他雖然有用書丟他 金莊書 順便跟年輕朋友講 金莊 因為他們現在不知道書是什麼 一般我們那薄薄的書叫做瓶裝書 如果是硬殼的叫金莊書 因為有一個報媒體 就還寫成金黃 黃金的金 我想說這件這麼有錢 用黃金書在丟他 那問題就在於說 所以他丟他 這或許是事實 但那次並沒有造成他流產 那至於婚禮這件事情 我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他們張家 汪 汪小飛 他們當然是 當然他們是以取得 大S為榮嘛 對不對 為傲嘛 所以要辦一個這樣大的婚禮 所以特別要在三亞去辦 那這樣大的婚禮 勢必要花很多時間籌備 所有的賓客要從中國的各地 飛到那邊去 所以你說因為流產是後來發生 如果你說流產後還在辦婚禮 那當然很可惡 可是是籌辦婚禮在先 流產在後 那你臨時你說要去改 所有的飯店 改所有 要所有的賓客改航班 確實可能也有困難 所以我倒不覺得說 這好像說是逼著他什麼 因為事實上那次婚禮 他也沒有露面嘛 也就是說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大家也沒有去怪他說 怎麼婚禮 你都不對記者露面 所以那至於後來的這個流產 也跟也沒有跟汪小飛有直接的關係 那那你現在把這個全部 好像搞得好像汪小飛摩柴 害命一樣 這個我覺得說汪小飛可惡的 一樣非常多 但是以大愛子自己因為懷孕 因為身體的關係 造成了這一些不幸的事件 當然一個生命的流失 是很不幸的 可是用這個反過來 所以用這個來怪汪小飛 我覺得我是沒辦法接受 第二次是這樣 第二次是二零一八年的四月二號 大愛子他回婦產科回診 發現腹中的胚胎萎縮 並且在四月二十號進行流產手術 那四月二十七 他又飛北京跟前夫入治實境距 我再請教一下蘇律師 如果你是老公 你會這樣做嗎 我可能不會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還是要讓 因為其實真的如果小慘的時候 太太是心裡會很痛苦 發現說其實身體大概痛苦 可是胎兒在肚子裡面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在懷胎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會跟他講講話 可是也沒有跟他講講話 聽聽那個心跳 不管是太太還是我們做父親 也會聽聽心跳 可是當然對我們其實很難想像 就是怎麼樣去在肚子裡面 那個人就不見了 那男生會覺得當然是還好 可是可是我知道看到像我們孩子 那時候有點肚子裡面怪怪 其實都很緊張 那個有時候我們都很理性 沒關係 去看醫生應該不會坐 我們都講醫生 可是太太會交集到好像什麼都都要放下 就人就覺得這個肚子來說的孩子 是比他自己生命還重要 所以當真的孩子不見的時候 那個痛苦絕對是那個好像天塌下一樣 他沒有 他 你要叫他再去裝一下 說開始來做實境秀 其實心理上是很痛苦的 那如果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 我就會願意把他扛下來說 這樣就沒有 而且跟大家講說 應該就沒辦法碰到這事情 是不是能夠就不要錄了 那另外是說又這個大醫師 借給前夫天價的借款 請教一下 借多少錢 其實在之前 前一兩年的時候 媒體有報導出來 就有秀一張 就是類似那種變條紙 上面寫著汪曉飛 類似借條 然後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寫兩千六百萬 我們就是很容易 夫妻的時候 對 沒有 就是已經離婚之後 然後傳出來就是說 他 就是汪曉飛跟大S借錢 可是那時候大概兩千六百萬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子 就覺得說 拜託 以大S然後S加的這個財力 兩千六百萬 還好吧 借了老公來 等誰還好 我跟你講 這一次炸鍋 大家傻眼的地方是兩千六百萬 不是臺幣 是有一千萬 有一千六百萬好像是人民幣 OK 然後有另外一千萬 好像是港幣 所以簡單來講 加起來呢 如果換算成臺幣的話 要一億多 然後為什麼呢 大家看到標題就是說 這個大S被汪曉飛積欠一點七億 其中所謂的五百萬是應該說五五 應該五百萬七百萬 這個是包括那時候談離婚的時候 有所謂的答應 在律師樓簽的 答應要給所謂的這個 他家人的撫養費 然後再來就是精神賠償費 以及每個月這個所謂的房子的貸款 你知道嗎 那房子的貸款一個月居然要一百多萬 所以換句話說這三條 這三條 這個所謂的支出 一個位汪曉飛就要給大S三百萬 但是自從大S宣布說 我再婚了 他後面就屁屁了 都要他撩 到現在已經都不扶了就對了 所以包括在婚內 這個無預警的被領掉八千萬 這個是從S媽 這個大S媽媽嘴巴講出來的 領掉無預警領掉八千萬 再加上後面積欠的 總共價值一點七億 這麼多 這麼多 對 OK 好 那已經離婚了 然後這個汪曉飛又住在中國 那這樣的債務 應該怎麼來催逃 等一下再來請教 是不是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找你 有 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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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禮婚說起來 普遍來說都不合理 因為有小孩 有財產 有各方面的這個恩怨情仇 因為搞好幾年 終於禮了 好家在 禮得乾淨 像你這樣 切自己禮禮 真的現在看老人這樣 摸得固固 我覺得好啦 好啦 好啦 一療百療 你算幸福了 我真的算幸福的 你要殺自己禮 無敵動 你不要說我烏鴉水 他們兩個剛剛禮的時候 大家也覺得禮得蠻漂亮的 對不對 剛乾淨淨的對不對 我都十幾年了 還沒乾淨 真的 結果現在三部都禮了 三部都出這麼大條的新聞 那我想請教一下蘇律師 這錢就他 他在那邊 要怎麼找 這有點難逃 有點難逃 因為其實我們臺灣 我們法律院的這個執行效力 主要還是在臺灣 那如果你到海外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透過另外別人的處理 所以原則上看到這個狀況 應該要先從臺灣來著手 因為我覺得王曉飛跟大S裡面 我覺得在王曉飛要處理事情 我看這個情緒多過於遵守法律 因為你發現我發現很多的點 你就可以知道 像他離婚的時候 有沒有 剛剛文婉還分析 那個如果一個月三百萬 你簽下去 就是說他很有錢 一個月三百萬的話 如果是一個月三百萬 那一個一年多少 三千六 對不對 兩年七千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很難簽 那 這樣三年一億也沒了對不對 對 所以說 那如果說就算是一個月 是一百萬來說 那也是不少錢 所以一般我們在 在打官司實務裡面說 通常要簽這個沒那麼快 如果要錄到這個 這個條件的話 應該是很久 我們會給兩邊醫師 應該不行 不行 不行 我們要是我們一定說 不能簽或什麼的 為什麼這麼快去簽 這件事情我覺得 那如果我們從好的方向講 他就是情感上來就 我來就處理一下 那所以像這次的衝突 我也覺得 那為什麼這次他要到警局報案 那我就再看一下 他報案的前面是 他要進去大S 他家他說他要看小孩 看不到的時候 才會罵說什麼 說那個管理費是我出的 管理費怎麼不讓我去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要做這個事情 如果今天大家不是講 那這件事情的發生 然後他就去警察局報案說 我要檢舉 實名制檢舉 那這個情形我就把他是不是整個 就是以他自己為中心情感 他情感很高張 就是我自己覺得 一般像我們是很遵守 這個法律界限 我不敢犯法什麼的 那對 看到他來講 他覺得他只要覺得OK 他法律是他的工具好了 他根本不管這個 那所以我要怎麼樣 我只要用情感他來做 碰到這樣的人的時候 我們再加上錢的部分 前一陣子還有S媽有沒有 保證的狀況 就飯店 飯店的保證 對對對 飯店保證 S媽是當那個飯店的保證 那很多人就說 那這樣 飯店這個欠錢 欠錢之後 那銀行當然會催討 找 因為保證 先找保證 那所以這保證人 人家會懷疑說 那汪曉飛你為什麼不去找 另外一個人當保證 S媽好 我們離婚離婚 好好就下臺 就應該把他解除 那這個才會說 S媽說那這樣很難過 受到律師函 一個媽媽 受到律師函 很害怕 是不是擔心自己財產會被告 對不對 是 那其實有時候我們可以反過來做 對不起 那所以當飯店保證人的話 如果出問題 他要負什麼責任 他負飯店欠多少租金 他就要什麼 他就要幫飯店還這個租金 那所以在會擔心這個事情對不對 其實我會從 現在S飯店賺錢嗎 好像沒有 其實沒有賺錢 對 沒有賺錢 所以某種程度上就擔心這個事情 因為他沒有賺錢的話 就會拖累S媽 因為光是租金 好像為什麼S媽會 他說他會收到 那個純正信函 就是租金沒有繳 你租金沒有繳 當然也找不到 這個就是法人 你懂 當然也找不到保證人嘛 可是現在比較麻煩的地方是 就是說我覺得這個可能 我覺得對觀眾朋友 會很有幫助是 為什麼會 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有那個八千萬被領走 我覺得這個這筆帳 到最後會變了一個 一個很大的爭執點 為什麼 大家都在討論說大S那時候 好像跟汪曉飛在臺北買兩間房子 對不對 其實並沒有 S媽是講說 那時候他 汪曉飛想說 來臺灣創業的時候 沒地方住 不過他沒得到中間住這會 所以他才用大S的積蓄 OK 就買了個房子 然後又換了 後來才又換了現在住的房子 好了 重點來了 賣掉前面那個房子之後 有八千萬 他們做了什麼事情 開了一個共同帳戶 共同帳戶就是說 可能大S跟汪曉飛的共同帳戶 想說那個八千萬呢 就慢慢的每個月 繳房貸 繳現在住的房子的房貸 那都還沒離婚嘛 結果沒想說一天突然間 那個S媽接到大S的電話說 裡面錢呢 裡面包去 怎麼錢都沒有了 那所以S媽還說 你怎麼那麼糊塗啊 我老實講 這個就是 這個真的 你怎麼如何防整別人 那水零走一定差得到 對 可是問題是 重點是共同帳戶 他沒有違法 可是這個會不會 我現在那個比較不理解是說 那這樣如果說我們是共同 我是不是不用經過另外一個人 我就把錢抓走 因為你不會去防他 你會覺得兩個 沒有沒有 共同帳戶 要兩個人一起蓋帳 其實應該麻煩的是 臺灣沒有共同帳戶 臺灣沒有辦法開 你可以去銀行問能不能開 例如說我跟我太太 沒辦法開共同帳戶 可能他們講的時候 也許他用某個人 臺灣的話也許汪曉飛 或者用大S的名義 所以很多大家講 這是我們共同的帳戶 可是其實你仔細看 他名字是一個人的 我們臺灣沒辦法開 所以他是嘴巴講共同 其實就是這個 對 我們可能是共同 名字可能是我太太 那我太太就可以把他領走 糟糕了 而且你共不共同沒有用 當初我的帳戶 我的印章存摺 我前妻就是跟我鬧翻的時候 還沒離婚 他就用我的帳戶 用我的印章跟存摺 把我錢領光 我也沒辦法 他就拿印件 他有拿我的印 所以現在很多人 大家結婚的時候說要開 共同帳戶 我告訴你最好保障自己 就開你自己的 用我的名字的帳戶 當作我們共同的財產 可是臺灣也沒有共同帳戶 對 所以我們常常看 很多人在聊 我們來開共同帳戶 對不對 我跟他結婚要開共同帳戶的時候 那我告訴你 要用我的名字來開共同帳戶 要注意 這個真的 大S在追的時候 有沒有還有一個訴訟案件 大家知道 他們不是 汪小飛 不是把那名畫帶走嗎 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這樣告 就是那個畫不是他 汪小飛把那個畫 從大S的地方把他搬走 那有一個訴訟案件 就是說今天是不是有迴損債權 因為汪小飛沒有付這個 這個散想費等等的費用 對不對 所以就強制執行 大S就強制執行去扣 他們說沒有財產 對不對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汪小飛是會把這幾幅畫搬走 把他藏匿起來 那是所以叫毀損債權 這也是我們剛剛在問題說 那到底大S怎麼保護自己 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汪小飛 是不是他的名下 如果在臺灣沒財產 或脫產的時候 我們就要主張說 他這個可能犯法了 因為你今天 今天我們法院有個強制執行的時候 你如果知道 明明知道法院要強制執行 要扣養野財產 你就把財產搬走 這件事情 我不好意思 這個可能是刑事上的罪名 所以如果要保護自己的財產 第一個就可能要看看 他是不是脫產的 所以我也想說 汪小飛現在就叫我屁屁 我們說飯店保證人 是大S的媽 我就不理他 那這個繼續當保證人 對 這個重點 你就是我的人質 可以這樣說嗎 他可以這樣說 那所以看可能要扳其道 而行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有時候故意 故意 S Market先付一點錢 所以我先吊一些一部分的錢 然後再回頭過來去拍賣 那個S Hotel的財產 因為現在銀行可能他會 他有一些考量 去沒有去拍賣 那他會去追償對不對 那我們趕快把這個強制執行程序 往前邁進 也就是去拍賣 S Hotel的一些財產 這樣的話也許就會解決 比較解決的問題 因為現在保證人麻煩是我等於被人呆 就是說因為這東西全部都不是在我手上 保人就人呆 對 就變成全部都在別人手上 所以必須要 如果你今天還了一點錢 再說因為他欠我錢 好 去查封 也許好一點 這個黃佑嬌 黃醫師 現在人在日本在外面 關心國事 那我們本來要他來上節目 他想不到他去日本了 可是他對這個事情也是有看法的 真的 然後他在京都現在在賞櫻花 那我們就錄了一段 他對於這段婚姻演變到這樣 他的看法是什麼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陳大哥好 大家好 我現在在京都藍山吉兆本店 關於這個汪曉飛跟大S的事情 首先我覺得 是有點超出意外 我們以為大S是很阿薩里的女性 所以可以讓離婚變得理想的離婚 好像是一個範本一樣 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如果看看他們是姐弟戀 有時候回頭看是有點不勝唏噓的 因為我上次在節目當中說負傷 男性的負傷 他們取的對象通常是喜歡年輕的 我建議大家選老女人的時候 大家都驚呆了 可是事實上如果是汪曉飛是負傷 那麼他為什麼會想要選 比自己年紀大的大S呢 當然照大S現在的這個 說出來的這個狀況 可能是當時有懷孕 那對汪曉飛而言 大S有沒有可能是一個相當有名氣 也相當有財富的女人 對他自己的事業上 生活上都有各種幫助 但是大S已經算是一個自信爆棚的女生 自信爆棚的女生結了婚之後 遇到汪曉飛 他照大S的說法是 他接獲好幾次不斷出軌的照片 讓他覺得很不堪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姐弟戀從時間拉長來看 我這個年紀來看 會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女性要怎麼說服 男生愛自己遠大於愛年輕女性的肉體呢 所以自信爆棚 VS汪曉飛的不斷出軌 在大S的婚姻中 其實是很傷的事情 婚姻中很傷 離婚的時候 雖然大家都想要好好離 好好散 可是事實上如果牵涉到名 你看到張嵐 錢婆婆 才是最可怕的動物吧 一直利用大S的名氣 想要為自己增加知名度 或者是帶來流量 可以團購等等 所以大S遇到汪曉飛 跟這個這樣子的錢婆婆來講 我覺得她相當的辛苦 希望她也可以趕快的恢復平靜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個是黃醫師 但是看給她一個一本部 我以為是飯店的女老闆 女將 女將 好看 好 那這個她她的意思 黃醫師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翁曉飛想找一個名女人 這樣 那到現在事情沒有辦法落幕 我說起來我最近看那個電影罪惡真相 我就覺得這麼感覺就是說一個人 有一個婚姻 即便老公死了都還糾纏不清 這個事情非常麻煩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電影罪惡真相 那個罪是罪落的罪 他不是犯罪的罪 這罪惡真相在講一對夫妻 那他們本來在倫敦教書 可是這個男生是法國人 那就搬回去法國的鄉下 當然搬回去法國鄉下 雖然是他的故鄉 可是收入比較差 那他們的小孩因為這個小時候 爸爸沒有照顧好 結果就眼睛就視障 那也因為這樣子 這個太太就怪老公 然後這婚姻就開始有很多的裂痕 裂痕 裂痕 然後他們搬回去法國 那個太太是個作家 就一直寫作 靠寫作賺錢 想不到 那這個老公是把課堂一直減少 為什麼他說他要照顧 他兒子 所以收入就越來越低 然後他就覺得老婆一直瞧不起他 這樣 而且用兒子的事情在怪他 然後有一天 他兩個人甚至於沒有性關係 就是你知道那種那種很微妙的夫妻關係 他老公也很討厭他老婆有客人或朋友 因為他覺得就是要干擾他 不讓他做事情順遂 有一天老公不幸從家裡面摔下去死掉 但是死掉了家裡面只有他太太 然後他就說他不要 警察把他列為重大嫌犯這樣子 那他老婆說我沒有殺他 他是意外 可是那個意外就找不到 就是感覺還是有外力的那個證據 這樣 結果他就陷入那個被調查的過程裡面 你看看 那不知道什麼姻緣 就是說 死了也不放過我 就是在世的時候我們兩個就這樣 了解 了解 就是好像應該是說好像有 那個有名無死的婚姻 這麼痛苦兩個人常常吵架 這樣甚至打架 死了以後你都不放過我 我很可能因為那個官司 我要被關二十年 真的 真的 然後白痴 白口莫辯 然後那個兒子搞不好對媽媽還不諒解 兒子也懷疑媽媽 是不是你幹的 因為長久他在旁邊有看到 你們兩個相處嘛 所以你是不是嫌疑最大 媽媽 我都想說夭壽 這個婚姻很恐怖 真的 公司也沒有放他 陷入被調查很久 然後他要舉證 然後不曉得會不會被判有罪 這樣 那我就想說 大一時都已經離婚了 怎麼 無親 入不乾淨 如果這個婚姻很大婚姻 對啊 真的不乾淨 這樣 然後我看那天那個新聞 就汪曉飛還去那個大一時家的住所 說我要去幹 我兒子 後來還警察來處理 處理完也沒事了 下午又來 又去警察叫 說我要舉報 我要報案 那我在想說奇怪 那怎麼一個男人會處理這個事情 是這樣處理的 我想請教一下這個翠芬 你怎麼看 他的性格是什麼 我覺得他還蠻符合 根據剛剛大家的說法 我覺得他還蠻符合口腔旗的攻擊性人格 口腔旗的攻擊性人格 因為他其實他內在是非常非常渴望被照顧 被關懷跟被保護的 所以口腔旗的人 大部分都會比較以自我為中心 滿足自己的需求為主 所以剛剛大家有說他周遭都是女性 女性都會給他金錢的一些關懷 或者是說愛的關懷 或者是說各種不同的照顧 包括金錢的實質的各種不同的照顧 其實我相信汪曉飛在女生的圈子裡面 其實很多女生會想照顧他的 所以他其實是不太會主動滿足別人的需求 他是渴望被照顧的 那我可以說他有攻擊的特質 他口腔旗攻擊性人格 他就是會去攻擊別人 對別人冷嘲樂諷 或是酷愛跟別人爭辯 那我覺得他的確有一些情緒控制不良的部分 就是當他有情緒的時候 特別是他想要做的沒有辦法達成 或者是他覺得不平衡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能看 我也有付出 這時候當他不平衡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找到對方的弱點 你當然可以看 去攻擊對方 可是你有你看的時間 被限制的權利 可是對他來說這不重要 重要是我想看 所以我就說他有 他會以自我為中心 他如果可以去遵守法令說 你有你的時間 我有我的時間 然後我需要 我如果真的有欠人家錢 我需要還人家錢 我覺得他的感情不會變 現在這麼樣的複雜 就是他完全以自己想要的為主 而不是根據你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是適當的表現為主 你這樣做是不是恰當的 對他而言不重要 重要是我想要達成 這是為什麼會把你的行為認為 你很不成熟嗎 他的確有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在心理的年齡 他是非常小的 口腔期其實是零到一歲 所以他的心理年紀是非常小的 那這個口腔攻擊性人格跟教養有關嗎 當然有關 當然有關 怎麼說 他媽也是這種 對啊 你看張瀾的節目就知道 我覺得他有可能有一種是過度被滿足 所以他要什麼我就盡可能攻擊你 可是也有一種是完全沒有被滿足 所以我不曉得他是屬於哪一種 他都有可能教養出這樣的小孩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他會去報警 不會太意外 因為他要警察去干擾對方 報警是人家警衛去報警 可是他後來 他後來也有去報警 他後來也有去警察局報警 他去宣告說他用藥 他一直要去說 他也有做不好的事 他一直攻擊他說他有用藥 他那樣不應該 然後你們要去調查他 為什麼你們就一直來調查我 或是說不讓我去見小孩 你們為什麼不去調查他 所以我覺得當他心理不平衡的時候 他會去找人去干擾攻擊 然後要達成他所想要的 可是他那時候接了一通電話 他就不報 乖乖就走了 對 我到現在還在猜到底是誰 是他媽嗎 我覺得 我覺得不是他媽 是一個會安撫他情緒的人 真的喔 他也指控 公開指控說 大醫師有濫用藥物 是濫用什麼藥物呢 其實他有講到就是我們講的就是那個 因為就是用安眠 史蒂諾斯 就是一種安眠藥 史蒂諾斯 就是你睡不著要吃 安眠藥 對 那關於這一點 我也問了幾個醫生朋友 他說其實史蒂諾斯 那怎麼會叫濫用呢 因為其實他應該是講 就是說他有一定的 就是說你吃了就是睡覺 他可能也沒有 有些人會夢遊 作為 作為二十年 史蒂諾斯 二十年沒辦法自己吃 自己睡覺的 久病呈良醫的人 我要報告一下 您啊 二十年 對對對 那史蒂諾斯 他是一種安眠藥沒有錯 但是史蒂諾斯後來在美國很多州 就被禁用了 因為曾經 他不只是夢遊 他有一個人 他還是矽骨的那種工作人員 他一大早被警察逮捕 因為他昨天晚上開車到賣場 去拿的東西 沒有付錢就回家了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 對 那當然賣場根據監視器 就報警 就去抓他了 所以就發現他會 他可以讓人 這個 造成這個這個夢遊的這種作用 所以這個藥是就被一些地方禁用 那在中國大陸 這個藥是處方藥 臺灣也是 臺灣也是 對對對 那他指控說他 他們另外一個名字 他經常服用 但是沒有經過處方 對 他說透過第三人去拿 沒有經過處方前的藥 因為處方藥可能也不會給那麼多 但是至於將來說什麼一天吃三十顆 那胡說八道 那吃三十顆 那整個都不會動了 那是不可能 那是過分的話 對 但是所以所以他自己檢舉這個事情是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啦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限制嘛 比方我們去看醫生那你有一定的那個Dose料 就是說醫生會說你大概多少量分配給你 他現在一直說我可能拿了苦鈴苦大哥的身份證 然後呢 或者是叫你去幫忙拿藥 他意思說透過第三人去拿藥 可是後來不跟幾三片說成這樣 他後來又撤告啦 他又走啦 所以他就說不來不去 因為他沒有證據 對 他離開 他離開臺灣的時候 他之前已經去撤告了這樣 我覺得他講說他濫用史蒂諾斯 我覺得這個事情大家不會不會指責 大愛死了 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因為那是醫生開的嘛 第二有時候真的睡不著 至於他的副作用 夢遊 你這不能怪我嘛 所以他才說什麼 他用高爾夫球桿打他什麼 然後說他自己都不知道 就是就嫁禍給他嘛 你也沒有證據 不然你當初把他拍照 可能大家今天看到這一集 會覺得會去用高爾夫球桿打另一半 然後就說我昨天吃史蒂諾斯 但是我 等一下說 等一下說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剛剛講到這個史蒂諾斯 這個淬分要補充 我覺得還有古靈也要補充 沒有 我是那個 我是覺得 剛剛淬分講了 那什麼口腔性攻擊 那個很專業的 我講的最俗的話 就是汪小飛的問題 就是死要面子 他就是一個死要面子 從他取大S開始 他就是死要面子 對啊 因為他自己Nobody 你說你做生意 你在中國你排一千一萬個 你搞不好都排不到 但是大S 中國人人知道 大S的老公 對不對 甚至大S的這個婆婆都都因此這個發家致富的 就可以靠他賣東西 所以他 你看我不覺得他們兩個是經過真正交往 認識 互相親臨的什麼交流 而去結合的 二十天 我賣過 真的太閃了 對 二十天 你能瞭解一個人多少 對不對 對 所以這一件 所以他第一個 他就這死要面子 那第二個離了婚之後 他一下給三百萬 給什麼 他那也是死要面子 我去給他看 你看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種 他說自身其人 其人就那種大爺 就是要擺譜 再窮也要擺 我請客 我請客 這沒問題 多少錢 所以他才會提出這種 剛剛蘇律師也覺得太離譜的這個條件 這是他第二個死要面子 那他第三個死要面子 也是這整件事情爆發的原因 其實是從大S跟韓國巨先生之後 巨先生出現之後 是一切都改變了 對 就說本來好好的 這大收視率會流下來 我拜託 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 這個 因為這是一種 所以我在想說 這份不是寫什麼 從外遇洞察人心嗎 我是很想寫一本 前任心理學 這個好 真的 因為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說那你自己就已經都令結心歡了 不要說以前什麼外遇 拜託你都多少不演 那個莫名其妙的照片 婚內的事情 因為那個事情 我們也無法求證 那個先不講 就光講你已經也交了女朋友 對 那為什麼還會在意 我跟你講就是會在意 就是會在意 就是雖然我不要你的 但是你跟別人 我還是會不爽 這而且我舉一個我自己慘痛的例子 像我其實我前妻原來我們 反正我晉升出戶之後 他也因為我們離婚 偷偷去離婚是因為怕要賠償 那個廣告的損失 所以他也幫我去做了這個 陪我去 你們有兩個共同利益 對對對 我們有共同利益 因為他也怕我都沒有收入了這樣 那問題在於說 那這樣好好的 而且我們都不是互相打官司 大家都在那邊等 等到後來覺得我們和解了 大家好失望 我們和解了 為什麼沒有打解 但是 本來報紙可以多賣幾萬份 對啊 可是後來為什麼他又開始寫了 那個一個作家之史 因為那個才是對我致命的打擊 因為在之前我頂多被視為是這個 陳世美 有了榮華富貴 不顧法期 到了那本書出來 我變成西門慶了 這個那個胡不太搞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那麼厲害好不好 很淫亂 那本書真的很可怕 因為他用小說的方式寫 所以我也沒辦法去告他 對 但大家都把他當作是我的事 對號入桌 那他為什麼會做這個事 我後來去理解說 其實我得罪他了 那我們都我們都已經好聚好菜 為什麼還得罪他 因為那時候住在臺中 那我們 我當然也有新的女朋友 那帶女朋友要去吃飯 去畫廊看畫 現在去咖啡廳 不是現在這個 是中間的那個 那那 鄭大哥 你幹嘛要問這句 你回去會跟他 你要問清楚 中間這個 還有一個叫中上 有一個叫中間 就是前任 中間過渡那個 就是背過渡那個 對 然後後來就是我太太這樣 那重點是我們去 讓我們這種老狗玩不出心把戲 想說這個餐廳很熟嘛 就帶他去 帶他去 經常以前跟前驅常去的餐廳 或者是畫廊 或者是咖啡館 種種地方 結果之後他也有再去這些地方 那都會有人說你老 你前夫前幾天帶一個妹 很正怎麼樣來這樣子 他就不爽了你知道嗎 可是你們離了啊 離歸離啊 離歸離 你是到我的地盤上來殺尿嗎 其實彼此都可以提 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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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汪曉飛來講 就是說離就離了 沒有就沒有 結果你現在居然搞一個這種 對 韓國男人搞 在我們貴族來看 這是褒衣 褒衣就是母彩的意思 就是地位很低的這種意思 然後而且你就會開始去聯想說 會不會你們早就有聯絡了 怎麼那麼多年沒有聯絡 然後一通電話就早上來 對 然後又來體會 所以其實他的心病 就出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他到現在為止在鬧的 其實就是繞這個圈子在抓 這所以前任難當 大家好好待 這個大醫師有說 他刷他的卡 刷他的卡 買禮物是真的 是 那是要洩憤 對 為什麼要洩憤呢 就是說他在婚內的時候 跟各個不同的女性 不堪入目的照片 他有大受打擊 所以我花你一點錢 消費一下 怎樣 而且你也同意 可是他有強調一點 真的就呼應剛剛 那個苦力老師講的 我沒有刷卡 用你的卡去買東西 給我先生 他講我先生就是聚聚業 他要講清楚 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 哪來啊 其實有人這樣講 就好像如果大家去回溯 那時候不是在這個 有其他的媒體 或者一些狗仔拍出來 留出來的照片 就是他可能喝醉酒了 然後可能這樣醉醺醺的 旁邊就一個女生 然後靠得很近 然後不然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那種肌膚之輕 就是那種什麼接吻的照片 什麼等等的 我跟你講 不要講什麼接吻 如果你一個太太 看到你靠在一個女人的懷裡 那個多爆炸 對不對 然後他其實他都以為 這個天衣無縫 沒有人知道 就有人講說那些照片 maybe就是那些跟他可能在那邊怎麼喝酒玩樂什麼的流出來的照片 不然照片哪裡來 是 好 他們交往二十天就散婚了 對 大醫師跟跟翁曉飛認識二十天就散婚了 散婚這是可怕吧 我覺得是可怕的 因為他的人格特質呢 他的那個愛情的保鮮期 我覺得不超過三個月 所以他三個月之後他真實的本性會流露出來 所以當你很 他很適合散婚的女性 女友 因為這還沒有認識他真正的人格特質 你只說三個月就會露出真面目 所以一定要在三個月前結婚 可能還要再更短一點 他看起來是很熱情 然後感覺就大爺嘛 大方嘛 你要什麼都給你 我覺得女生真的如果不夠那個內斂 或者不夠沉穩 很容易暈船 我覺得他的愛情很青少年 就像剛剛苦大哥講的啦 就是他又愛面子 所以在前期 他一定是會展現出最大方 最有魅力 然後讓你感覺到最溫暖 然後他是一個最好的一個男性的特質 在前面會展現出來 可是等到賞位期一過了 他馬上就會流露出他真正的本性 跟他真實的樣貌 可是你一定要經過這個保鮮期以後 你就會知道他真實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 那可是通常都來不及了 據說汪曉飛現在又有女朋友了 有 那有女朋友 這個女 這個女朋友 或看汪曉飛跟他的前妻 這樣處理事情 會害怕嗎 我覺得會耶 我覺得汪曉飛的情緒 之所以會這麼大量 我推論 可能跟他現在的愛情的狀態 也有一點關聯 因為你如果不斷地製造 這樣的一種事端 然後雖然女朋友自己 可能還是很愛他 但是周遭的家人 難免會有一點擔心吧 周遭的家人跟朋友 會覺得你如果他好像已經有預期 他什麼時候要跟他現任的女友共組家庭 然後結成婚姻 如果談談戀愛 可能家裡的那個周遭外圍的聲浪 還不會那麼多 女生的考量也不會那麼多 但如果要共組家庭的時候 我覺得女生的理智跟考量會比較多 因為要許下承諾 尤其是婚姻的承諾的時候 你的理性會比較出來 然後感性會比較退後 所以我覺得或多或少會影響到 不要說結婚吧 光說女朋友 我的男朋友一天到晚去跟前妻鬧成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接談相約 清喝以堪 我覺得王曉飛 你真的是太不是人了 你真的太過分了 沒有 而且什麼口腔起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他不成熟到 我不懂 比方大家就會拿一個舉例 就是說因為這個出來 就是說你欠的大概是1.7億嘛 可是另外一個媒體就會寫說 他去買什麼東西 名牌 你看他女朋友是拿Hermes 就是說他要買名牌 寵他現在的女友 可是我跟你講這個其實就是 你到底在製造什麼樣的一個衝突點 如果我是你的前任 我會很氣啊 你有錢 你外行 我可能還要養小孩 什麼各個方方蜜蜜蜜 然後你讓我媽媽以淚洗蜜 從政信函來討所謂的租金 可是你有錢去花 可能買名牌 然後去從女朋友 而且在臺灣租了一個 在信義企劃區的這個豪宅好了 這樣講 你們在租這麼好的地方 你這個到底就是你會發現 他真的極度的不成熟 那也可以講說 他用這種方式來展現 我就是報復你 我讓你恨得牙癢癢的 要是我就覺得你就是故意的嘛 如果你是大X你會怎麼想 你X媽怎麼想 氣都氣炸了 今天公佈的中國有十億美金的人 有一千八百多人 是世界上國家裡面最多的 就是他們的心腹階級是很多的 汪曉飛沒有在裡面 一定沒有 那我的意思是說 有錢你要讓人家覺得你處理事情 是優雅的 這不是讓人家更責服嗎 你要有錢用這種方式 人家只會看笑話 等一下我們繼續來討論 先休息一下 文婉那你前夫來跟你借錢 你會借他嗎 直接去吃米田共 怎麼 我也拜託 一份以上都給你來借錢 我先跟你借 我更缺 你也不要跟他借 你也不要跟他借 不要有瓜葛 不要跟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為了孩子 可是我覺得我女兒 我比較清楚是我剛開始就告訴他說 你不可能從你父親那邊 得到什麼樣的支援 那他也很清楚看到一路走來 他父親也不可能給他任何支援 那如果你的前妻現在有需要 來跟你借 你會借他嗎 他還在這個世界上嗎 你知道什麼嗎 沒有 我沒有知道什麼 其實沒有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講前任心理學嗎 基本中的真理 第一個就是說你不要自聯 不要再講說我們怎樣 就你不要不要提往事就對了 因為你提到往事 如果是往事說 以前多甜蜜 多美好 那你是想要求復合嗎 莫名其妙 死一次不夠 還死兩次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提到不好的事情 就是說因為即使你只是替自己講話 那也有對對方不利的地方 對不對 人家看到了也會不舒服 所以第一個不要 這第二個 就不要出惡言 君子結交這個不出惡言 你看其實現在說什麼 王曉惠之前都跟人家亂搞欠錢 這是他開始被你逼出來的 他一直沒有講 對不對 是你那太不像話逼的 他只好反擊的 所以不要出惡言 你互相傷害只會兩個玉石俱焚 那第三個最重要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不要有連結 不要跟你的前任有任何連結 不要有金錢的連結 不要有通訊商的連結 最好就當作事業上沒有他這個 不要說你不在 你就當作我不在 好吧 我已經不在這個事業上了 你每天在上節目 都在寫臉書 不要看我節目 當作我死了 那比較困難點就是我剛才講 小孩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也不要在小孩面前 也因為我甚至有朋友已經離婚了 都還住在 兩個還住在一起 就為了讓小孩覺得 我們好像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我跟你講 單親家庭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所以你就要讓小孩知道 爸爸媽媽離開了 不是因為你的原因 爸爸媽媽一樣愛你 但是你有時候去跟爸爸 有時候是跟媽媽 不要在那邊裝兩個 還一起帶小孩去遊樂園 還要營造那種什麼歡樂家庭的氣氛 萬一要配音 所以我覺得你切得乾乾 最好就是切得乾乾淨 自從我該付的錢付到最後一筆 付完之後 我就都沒有跟他完全音訊全無 我覺得真是太好了 而且我覺得你心裡 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多多少少我聯絡一下 我稍微知道你的境況 你都不要知道 我跟你講當對方試圖來跟你聯絡 那表示他一定過得不好 這時候你更要把那個牆堵起來 像比方我就成績 你說怎麼可能這你灰彈十幾年 都沒來跟你這樣 試探你一下 我老實說有的 可是用什麼方式 我就覺得說 這個也是很low的方式 他就可能請 我看起來就覺得 他一定請人家 來我的粉專留言 而且那個留言很妙 比方說鄭先生最近好嗎 拜託你怎麼知道我前夫姓什麼 還是故意講說 鄭先生最近好嗎 我就想說 這是病什麼病 我就不理他 我就把他那個隱藏或刪掉 馬上又來就說 其實一個因為我可能會寫一些所謂的勵志文 氧氣文很正向這樣 他就說其實不要嘴巴說什麼正向 記得一個人其實真正要改變 記得喝完咖啡杯 要記得洗 那不行寫一些真的 然後呢 這個是誰知道啊 對 對 真的跟妳講到重點 什麼然後棉被啊 出門啊 就在就算在擠 也記得要折棉被 然後衣服曬的時候方向要對 就寫字這樣洋洋的沙沙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我就心裡 我就懂了 我就懂了說 Somebody想要幹什麼 他就是要製造連結嘛 那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我知道了 你呢 一定就 失誤A啦 現在中道一定失誤A啦 水啦 對啦 自己 自己 自己拚啦 對 我真的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跟你講 當你覺得前任 已經很久都沒有來了 突然間限中 突然間透過一些 不管任何方式 要來接觸你 我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哇 喜滋滋 他對我那個前情未了 他對我念念不忘 他想要來再來 我告訴你趕快 那個警覺心要起來 他念念不忘你的錢 對 我說警覺性 一定要趕快起來 然後把所有的可能 都斷掉 斷掉 斷掉 那你看到這訊息 你有刺一下嗎 有耶 我告訴你 我那個被急這樣發涼 我就 那個很恐怖 感覺你還在討論我 都已經十年過 你還跟別人在討論我 他一直有追蹤你 我跟你講這樣看起來 就表示他 因為我們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好像正大哥說的 苦鈴 你現在在上節目 人家都看得到 你還說當我死了 他怎麼可能當你死了 他應該隨時 因為我們太容易了 包括透過什麼 這樣的 什麼谷歌 什麼臉書 試圖連結 有很頻繁嗎 沒有 因為我都一直封鎖 我後來發現 他也沒什麼朋友 封鎖幾個就沒了 你知道嗎 那除非就是說 他還非常的有這個耐性 去創造一些什麼 他現在會去交朋友了 反正我覺得真的記得我的提醒 太可怕了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你看這個都是離了婚了 但是還是糾纏不清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蘇律師 那這個已經離了 所以在財產上 在房地產各方面 要怎麼處理 好 我覺得離婚 一件事情就是你離婚 就是兩個已經完全沒有 我覺得沒有婚姻關係 跟沒有感情關係 把它當作這樣看 那比他當作是一般朋友 你想想看 你跟一般朋友 你會把房子給他住嗎 一般朋友 因為你結婚的話 就不像是很好的朋友 未來要住在一起 所以彼此要有感情的交流 但是離婚後 記得一定要用法律 把自己的界線拉清楚 因為就算是你今天要借 要把房子給他的時候 請你一定要什麼 你要無償借用的 那隨時要把它拿回來 因為我們看過太多案例 怎麼說也是 孩子的老婆 對 孩子的老婆是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界線要畫得清楚 他可以好好的愛小孩 可是我們跟他 就是大人的關係清楚 小孩關係可以不清楚 因為我碰到很多案例裡面 處理得好都是說 他大人之間 孩子老婆 他現在在娶兩個孩子 他說這個位 他真的很沒有辦法 可不可以比方說 這個一萬塊支援一下 這樣也不好嗎 應該這麼說 如果他是養小孩的話 那當然可以 可以借 我就借你一萬塊 那不然的話你就變給 你就給他 這樣你親你才會輕鬆 如果說今天他是他要借錢去開公司的話 因為開公司跟養小孩會把他 我會把他區分一下 你養小孩沒有關係 有時候真的調度起來 一萬塊的養小孩就給你 不然就給他 兩萬呢 兩萬的話如果是我給 三萬呢 三萬給 那你多少不給 五萬不給 我覺得還是直接給小孩 比較保險 也就是說今天 對 也就是說我今天是給 養小孩的話 是給小孩子去使用 因為你也會把對方惹怒 對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以前是夫妻 想說我們現在離婚了 可是我在養小孩 你這樣子會不會太絕情 不會 因為其實就要讓他知道說 因為你現在不去做一個界線的話 未來還是這樣 因為你現在不 因為你總會有一天會受不了 因為你看 每個月跟你拿五萬塊的話 你看你可以撐多久 我看可能撐不到一年 你就可以快爆炸 我房子是租的 你那個房子一百坪 你小孩養不起來 我養啊 你幹嘛又硬要小孩 對不對 而且你住不起的話 你要趕快面對現實 就才知道說 而且才知道說 原來以前 你要趕得內 小孩就不介意你 是啊 小孩不介意媽媽 就這樣你自己想辦法 小孩帶著後母 你只看著這樣我就想 對啊 我覺得還是要戒線 因為我告訴你 戒線才能帶來感恩 因為你如果沒有戒線 你就是前妻 前夫 不能於去於去 對 因為你於去 他會覺得理所當然 因為常常我發現他們打官司打 為什麼前妻前夫打官司打這麼兇 是因為他覺得我理所當然 問我們一業夫妻百事恩 對不對 所以就他會有這種想法 所以我就發現在法庭上 百事恩 不是百人 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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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好沉重 百事 夫妻也才做妻事 我還可以 可怕 百事 真的 所以我們發現借錢 這朋友借錢 那個打官司還不會這麼麻煩 你夫妻我們應該要錢的時候 他就開始講一大堆理由 我就發現說一定要切乾淨 他才會感恩 你沒有切乾淨不感恩 翠芬有補充嗎 我會覺得如果離婚之後 最好不要有金錢的糾葛 雖然是有孩子的關係 但是你看 我覺得香港的那個 明媛的分屍案 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警惕文 警惕我們離婚之後 因為還有父母關係 常常你會因為不捨孩子 而給你的前任 太多的金錢的資源 他對你的期望會越來越高 你的照顧 對他而言 他會覺得你就是本來就應該要照顧我 所以當你不照顧他 或是你沒有辦法符合他所想要的時候 他反而會對你做很多可怕的事情 甚至於謀奪你的生命 他會覺得你怎麼可以不滿足 或不符合我所想要的 錢不給 對 所以我覺得金錢這件事情 如果你在婚前 就已經是不平等關係 離婚之後 他不會覺得我們今天已經離婚了 他依然會持續延續 那我現在租房子 你有三間房子 有兩間都沒住 可不可以借我住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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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這個我今天已經 感謝 你們怎麼那麼無情 感謝這個節目 我這個前任心理學 大架構在完成了 最後的重點 第一不要把前任當朋友 不要做朋友 做朋友有賣不好 第二個不要把前任當仇人 互相毀滅 第三個 你就是把前任當作無緣的人 我們既然無緣 就到此為止 不要當朋友 也不要當敵人 不要當朋友 也不要當敵人 OK 好 謝謝 最好重要 這重要